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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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中风三十细念法师洗讲 尊敬的主位法师慈悲 尊敬的主位同修护法大德慈悲 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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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欢喜 今天又再给大家借这个音缘 来为大家简单来洗讲 三十细念内容的大意 首先我们一定要清楚 中风果师的用心 在这个三十细念里面 在这个三十细念里面 中风果师不用其凡 为我们说明这个 一座的事实的真相 如果大家有多一点去留意 你就会发现 简单地讲 这个一座事实的真相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环境 它是有生有灭的 它不是真的是假的 在一刹那每一分每一变 都在变化的 谁让我们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呢 它的目的就是要提醒我们 在这个环境当中 对人 对事 对物 无论你所面对的 你那个心不要过于执着 也没必要去过于计较 因为都是假的 因为都是假的 就是在提醒我们这一座事情 那作为我们凡夫啊 我们现在还没鸣心见心 我们凡夫要用什么心态来面对呢 简单的讲呢 就是说 就是用那个尽心尽力去面对就好了 因为经上告诉我们 尽心尽力都是圆满的 换句话说 其缘妙用 都是这个道理而已啊 就是说你不用去执着 因为 执着的就是我们众生烦恼痛苦的根源 烦恼痛苦的根源就是六道轮回的根源 出不了三界 所以叫你尽心尽力就好了 不用计较 然后呢 用你那个心一切许元 不勉强 就是这个道理了 比方说 师父在这个印尼啊 有一道一个很喜欢辩论的 他喜欢辩论 但是师父不喜欢辩论啊 辩论有用吗 对不对 我喜欢老实 简单 做人做已经很辛苦了 你要搞得很复杂 没有用啊 但是人呢 确实有这种的毛病了 没办法 他常常也跟我讲一个道理 先有蛋还是先有鸡 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没有鸡哪来的蛋 没有蛋哪来的鸡 师父 哪一个是对 哪一个是丑 你说呢 重要吗 不重要啊 说实在的 当我们面对这个地方啊 两个都是对的 就算有先有鸡那又如何呢 就算先有蛋那又如何 没有先后的都是对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呢 当我们面对在这个生活里面 在这个境界里面 无论是善缘 无论是恶缘 无论是顺境 无论是逆境 无论是好的 无论是不好的 只要你能够保持你那个心能够清静 比什么更重要 不要计较这个东西 在你的心里都是好的 你能够这样想呢 在你的眼前这个生活的问题 你就面对的解决了 减少你很多的那些困扰与烦恼 为什么 带你不走的 没必要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我想要再提醒大家 如果我们用这种心来看待一切人 看待一切物 看待一切虚 那就告诉大家了 对你的好处很多 那将来我们这一生 要发现往生西方籍的世界 想要出三界六道轮回的 那对我们一定有好处 为什么 因为时间到了 那个执着的流量的心态 你就慢慢的放下了 这个中风果实在这个地方 不愿其凡都在为我们提醒 好我们看下面 下面昨天已经给大家讲到了普通运转根本法轮 昨天讲了一半 但是在这个地方啊 我做一个总结 运转根本法轮 前面讲的昨天都是有两个的意识 简单的讲就是说 第一个 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 都是我们自己人 都是我们自家人 都是一家人 西方极乐世界的家园也是我们的家园 阿弥陀佛的功德也是我们的功德 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虚人现在还在这个地方 但是你那个自信跟阿弥陀佛没什么两样 这个我们一定要记住 这个就是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的运转法轮 就是说什么叫做运转法轮 而且是根本运转法轮呢 就是讲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这个名号才是我们想要的 这句名号才是真的能够靠得住的 其他的事情我们都靠不住的 我们的金钱也靠不住 只是暂时跟你用 你的恩力也靠不住的 因为总有一天我们会离开他 你的家村俊水也是一样 总有一天各走各路的 他走他的阳光道 没有一个能够靠得住的 这句名号才是能够靠得住的 什么名号呢 就是你的功德 你的清静心能够靠得住的 只有清静心才能够帮助我们往生西方解的世界 所以啊 在这个地方啊 中方古事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运转 就是说你能够在这个生活环境啊 把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 一变又一变呢 用你那个真诚心把它念出来 一句又一句的 把他那个真诚心 恭敬的心把它念出来 你就跟阿弥陀佛相应了 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一起来应转 一起来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叫做什么呢 大转法轮啊 而且是无比殊胜的法轮长转啊 我们今天都是在做这一双事情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 运转法轮不一定我在这个地方讲经啊 你在一切处一切实 你真的在这个地方 你翻译我要来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将来时间到了 依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我能够亲近阿弥陀佛 往生西方去的世界 然后在这个念佛当中 你能够做出一个好样子给人家看 然后在这个念佛当中 你能够做一个很好的把面给人家看 对于三宝能够起的信心 对阿弥陀佛的功德能够起信心 对西方其的世界无尽的庄园 没有一丝毫的怀疑 那这个就是你的大功德 为什么 这个叫做运转法轮 前面针锋古师所讲的境界 无声法忍 明心见性 大臭大悟 虽然现在我们没办法证得 但是你做一个念佛的好样子 念佛的好档样 我们应该会做得到吧 我们可以争取啊 我们可以做给人家看嘛 你能够这样做 你能够让你的周围的人得到好处 你的先生 你的太太 你的儿女 你的父母 你的朋友 你的家亲俱属 你的周围的人 这些无形的众生 你的真心念佛应用出来 整个气场气愤 那个地方真的是不一样 带来吉祥 没有灾难 那个是真的 你看不要说别的 明头经某一大师告诉我们 只要你肯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 你真诚心去念这句名号 四十里 魔不能犯 你想一想 四十里 什么样的魔王 什么样的魔鬼 这个魔鬼的意思就是那些的 天灾人祸 或者要来障碍我们的 这些障碍不会来干扰我们的 四十里 你不念佛 那就是很可惜了 所以 你能够争取 你能够做得到 好 在这个地方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希望这个例子能够启发我们自己 在宋朝啊 有一位居士 她是女居士 她姓季 人家称为她叫祭士 大家有没有听过 在《网声传》里面有记载 这个祭士呢 她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是一个虔诚的念佛人 她知道 这个人生不究竟 所以遇到这个阴影呢 她真的一心一意念佛求生西方 但是啊 她的心呢 有一个愿望 什么愿望呢 就是希望她的先生呢 跟她一样 来念佛 将来呢 能够同生极乐过 比什么更重要 但是她这个愿望呢 永远四线呢 有 而且 能阿弥陀佛的加持 怎么加持一法呢 我跟大家讲 希望大家能够去做 这个祭士呢 她的先生啊 历草历代 都是修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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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的先生呢 天天呢 是断念什么呢 断念什么呢 都是专门练丹的 修仙的嘛 就是练那个仙丹啊 藏身不饶啊 藏身不饶啊 所以天天啊 她都是练丹 但是两个人学人信仰不一样哦 但是两个人从来没有妨碍 当她的先生需要帮忙的时候 即使啊 也是很乐意去帮忙她 做她的事情 但是她的太太很聪明 她说啊 炼丹 炼丹也不是究竟啊 她还是你不看六道轮回呀 还是要搞生死临我呀 但是我也没办法呀 我先生从以前 她的祖先历朝历代 都是修仙修道的 我怎么能够去逼她来念佛呢 那怎么办呢 祈求阿弥陀佛的加持 所以啊 不像现在 不同的一个宗教 互相排斥 互相毁谤 互相的批评 你是不好 我是最好的 我是最好 你是不好的 但是因为这个自私明白啊 不可能是勉强一个人 那怎么办呢 把自己做好 所以她每天她要自不 每次自不啊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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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工作一边念佛 所以念佛啊 很好耶 不妨碍啊 走到哪里都可以念 只要你那个心想要念 没有不得救的 他一边念佛 因为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 有些人的因缘不上班 钱自动就来了 所以有时间他去做医工 做慈善 或者来到这个道场念佛 在这个念佛堂 有一些人没办法啊 他要工作 没有工作没钱啊 没有工作没得吃饭啊 所以每天要工作啊 所以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 你看那个黄达铁 一天不上班 一天没得着吃饭 福报不一样啊 你们澳洲的人 住在澳洲福报很大 不上班退休了 政府主动给你了 真的啊 那个福报啊 在其他的国家 有没有这种待遇啊 很少耶 澳洲有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当我们老的时候安全 要钱 要钱不用看儿子的 儿你的脸色 政府很有孝顺 主动给你了 所以呢 这个秩序啊 他一边滋步一边念佛 一边滋步一边念佛 很有虔诚 没想到有一天傍晚 就是说 要将近那个晚上的时候 突然间看到那个窗啊 很累 他很亮的时候很好奇 就把这个窗门打开 一打开 没想到 天空看了一个 那个彩色的 一朵圆 然后这个圆上面呢 占了一尊阿弥陀佛 不是一尊 占了阿弥陀佛在那边 看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 没有自步了 现场就礼佛 礼佛之后呢 他想起他的相声啊 诶 这个时候是最好的因缘的啊 因缘成熟了 必须让他的相声知道 能够看得到 诶 他的相声刚好在炼弹 所以赶紧跑到炼弹房里面 把他拉出来 看紧 阿弥陀佛出现了 他相声不相信啊 一走出来 确实真的 看到了阿弥陀佛 但是 他所看到的阿弥陀佛 是半尊 他不是一尊 像我们后面整尊的 但是下面就是一朵盐财 但是 能够看得到也算不错了啦 对不对 在这个时刻的先生呢 非常的感动 也向阿弥陀佛礼拜 而且讲了一句话 哪一句话呢 原来佛经所讲的阿弥陀佛 真的是有啊 原来西方极乐世界 在经上里面所讲的 一个不佳呀 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继续的先生 葛丽金 乱言放下 跟他的太太一样 一心一意啊 来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名好 最后呢 两个人同生极乐过 功德太大了啊 尊敬的嘴唐修大德 你想要感化别人 先把自己做好 你想要你的周围的人来跟你念佛 你先把这句名号念好 你希望你的周围的人 对三宝有信心 你把你的自己做好 他们都会相信 如果今天你可在念弥陀 你的行为没办法证明 你是一个千诚的佛教徒 你怎么讲 你怎么做 人也不会相信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中风谷是告诉我们 根本运转法轮啊 就是告诉你 你要好好念佛 你要做出一个好样子 这个运转法轮 才能够运作 才能够度众生 听懂吗 明白吗 就是这个道理 好 这个叫做运转根本法轮 好我们看下面 师父呢 该讲的已经讲了 生死西面的内容啊 开示里面真的很深奥 但是我已经尽心尽力用百话 来为大家说明了 如果还是听不懂呢 那我也没办法了 我也 没办法 那只能求阿弥陀佛了 我已经尽力了 以前两天啊 有人说师父 佛法讲的太深奥了 太多的道理我听不懂 没关系 听不懂 没关系 还是老实念佛就过了 对我来讲呢 已经最圆满了 人家什么啊 菩提本无数 明镜易备台啊 听不懂 没关系 你还是老实念佛 比什么更重要 将来你到了西方级的世界 什么都懂了 因为那个时候 你的能力 你的智慧 你的神通通通回复了 我们看下面 诸人还为西梦 诸人 诸人在这个地方是指 对菩萨 对圣玄的记忆 公敬 一种公敬心 这些仁慈的人 有修行的 有修养的 有德恨的 有道德的 这些的人 起的称敬 的称呼了 那环伟西梦 环伟西梦啊 简单来讲 是一种反问话 一种反问啊 怎么说呢 比如说 中风果实 请问大家 我们这几天 在这个地方打佛期 我们在这个学校 在这个礼堂 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起来念佛 一起来修行 一起来听经 一起来识经 再加上全面 中风果实 为我们说明的 阿弥陀佛 跟我们的关系 我们跟西方 其乐世界的关系 请问大家 请问你们 你还有什么 不明白的道理呢 就是这个 的意思 就是反问的话 就是对于前面 中风果实 对我们所讲的 这些的大方道理 把我们这个宇宙的 事实的真相 我们跟阿弥陀佛 是什么样的关系 阿弥陀佛 是什么样的境界 死方一切 诸佛如来 是什么样的境界 在这个地方 大家有没有听清楚啊 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啊 你还有什么地方 还听得不明白的呢 这句话就是 中风果实 环伟西梦 目的就是要我们 怎么呢 就是请大家做一个反省 对于中风果实前面的开示 你有领悟多少 你念佛有没有得力 你的烦恼情绪有没有减轻 你对自己对阿弥陀佛有没有信心 所以这一段的开示 就是一种反问的话 来问我们 我们有没有听明白 所谓的诸人环伟西梦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周三十四一年 在念到这一段的时候 祖法和尚 有没有祖法和尚 就敲了一个板 就是这个意思 听懂吗 尊人环伟西梦 你不相信 等一下 礼拜六周三十四年 当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 祖法和尚会敲一个板 就会提醒你啊 不然的话祖法和尚敲那个干什么 诸人环伟西梦 那讲到哪讲呢 这一句当中 阿弥陀佛中风果师 是在关心我们 关心什么呢 当你在做这个三十训练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专心在做这个三十训练呢 当你在举办这个三十训练的时候 你的心里面放在阿弥陀佛 在做这个三十训练的时候 你的心里面放在阿弥陀佛 在做这个三十训练里面 你有没有真的在念佛啊 在关心我们 关心我们 你那个心有没有佛啊 关心你 你好不好啊 关心你 你过得好吗 关心你 你对阿弥陀佛有没有信心啊 关心你 将来你离开这个世界 你有没有发愿将来要求生西方起的世界 关心你 你有没有觉悟到这个人生是无常的啊 无论是大福大贵 健康长寿 无论你什么样的地位 在什么样的环境生活 中风过时 关心我们 你还是避免不了有生老病死啊 四经的八股脚圈啊 你有没有觉悟啊 在关心我们 你的内心的自私之力有没有放下呀 在关心我们 你那个内心的灵魂力啊 贪嗔痴吗 外面的诱惑 无益六成 你有没有放下呀 就是这个道理啊 实力告诉我们 诸人还为喜望 都是这个道理 所以 我们做三十训练 有记得 当中风过时 在讲这句话 等于就是主法和尚 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就好像什么呢 好像中风过时在我的目前 在对我的关心 就好像释迦牟尼佛 对我们的关心 就好像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对我们的关心 大家在弥陀经都可以看得到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对我们的关心 关心什么 你有没有念佛啊 世界后的佛在弥陀经里面对我们的关心 你有没有发愿啊 就是这个道理 诸人还为喜望 听懂哦 好我们看下面 下面呢 是中风过时 用一首祭送 来为我们把前面 从头到尾 把这些的事实真相啊 来为我们做一个总结 怎么总结法呢 我们看下面 请合掌 生灭无声 生不生 六邦哪肯 进人行 谁知万丈 红尘里 寒淡花开 夜正明 OK 我们经文念到这个地方 这个季颂啊 很好 向前面 中风过时一开端 世界何人称极乐 只因重苦不能轻 道人若要玄规律 但向城中了自信 前面为我们说明 西方其中世界的 无尽的庄严 无尽的美好 弥陀名号的东德不可思议 最后来为我们说明一件事情 作为一个总委 这一句句诵不容易懂 道理很深奥 因为里面都是讲的 都是残疾 我们反复 很少能够能够体会得到 但是没关系 前面讲的 你老是念佛足够了 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打摩祖师 到了中国的时候 到这个东霖义寺 这东霖义寺的时候 他有一天 他走过一个禅房 以前的禅房 他们一坐禅 至少三天三夜 不睡觉 不吃不喝 都是这样的 那有一天 那有一天呢 这个打摩祖师啊 就跑进去 不是跑 就进去里面参加 但是一进去呢 有敬语不可以讲话的 那第二天呢 那这些参禅里面的人呢 有一天拿了一道风 好大的一道风 把里面的蜡烛熄灭了 因为熄灭了呢 其中一个就讲话了 哦 蜡烛熄灭了 不是记忆不可以讲话吗 第二个人就讲 你为什么讲话 就不可以讲话 你看 本来是好好的 是记忆不可以讲话 蜡烛熄灭 通通讲话 然后呢最后一个 很可爱 笑了很大声 笑了很大声 他感觉 我修得不错 所以大家就问他 你为什么要笑 唯有我一个不讲话 后来啊 本来不讲话 通通讲话了 你说呢 通通犯规了 本来最后一个不讲话 后来还是讲话 在这个时候呢 打磨祖师啊 他的桌子上有一块瓦 你把那个瓦拿抽来抽去 然后这些人问打磨祖师啊 你看我们都不知道他干什么 打磨祖师不是在做什么 他说 你磨瓦呀 你磨瓦这样 然后他问打磨祖师你在做什么 打磨祖师说 你们在做什么 我们要做成成佛啊 然后打磨祖师就讲 那既然你要做成成佛 那你的事 那我现在要磨瓦成静啊 没想到其中一个很自傲的 很动高伦慢的态度 就笑了这个打磨祖师 就是磨瓦 磨瓦 磨瓦岂能成静吗 打磨祖师怎么讲 既然磨瓦不能成静 那你正常能够成佛吗 因为 里面都是残疾啊 听不懂啊 所以啊 在这个时候大家心定下来了 才明白 问打磨祖师 既然你有这样的道理 那请你跟我们开示 那我们要怎么成佛 成佛不一定 又有一个信状的 你做成能够成佛 那人家不做传的 那就不成了佛了吗 你在这个地方念佛 才能够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那外面的人 你要在里面念佛 是不是也不能往生西方极的世界呢 成佛不成佛是你的心 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还是不能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还是你那个心 这是个道理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真的不容易懂 但是没关系 只要你那个心用对了 把这些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用对了 处处都是极乐 处处都是阿弥陀佛 好 我们看下面 第一句 生命无生生不生 这一段的开示呢 中文国师我也给大家前面 已经有一个简单为大家说明了 中文国师说 生命已无生 其实实际上都是同一桩事情 是一不是二 只不过一个名字而已 对我们一个修行的人都是一样的 就好像前面讲的 凡夫跟圣人 圣人跟凡夫有什么差别 没什么差别啊 差别在哪里 名跟物而已啊 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啊 其实虽然我们现在是凡夫 但是我们那个自信跟圣人都是一样的 都是同时存在 都是一 但是在这个地方啊 这一分果实这一句话 我们就不能细讲了 为什么不能细讲呢 因为越说啊 可能我们会觉得什么呢 觉得越糊涂啊 一天越糊涂 越天越不明白 真的 因为你所讲的都是自信里面的 美心见性大错大悟那种境界 我们无法能够体会得到 所以啊 我们不能再细讲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只需要大家 用你的心去体会 用你那个心去体悟 就好像有人问我 师父 师父 念佛的好处在哪里呢 师父 念佛的功德在哪里呢 师父西方体的世界 无间的庄园 无间的美好在哪里呢 只有自己去感触 只有自己去做 只有自己去体悟 你才能够体会得到 佛所讲的这些道理 要不然否则的话 我们怎么讲 你能够感受得了吗 就是这个道理 就好像 我 在雅加达有一位老知识 修得很好 我常常教他是老师 年龄 年龄啊 七十九岁 虚人他不是出家 但是对我来讲 他是一个老师 所以啊 这一生能够议得好 老师很好 同参道友 对不对啊 你们也是我的老师啊 三人行必有我师啊 你都是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 这个老师呢 他常常啊 给我考验 他有一天跟我讲啊 说师父 师父 师父 牧尼佛所讲这些道理 都非常的深奥 但是这些道理 我听不明白 我现在是想要的 我现在想 每一天能够点饱我的肚子 那个才是关键 一天我能不能吃饱 那个才是关键 对不对 他跟我讲这句话 哦 这些道理 我都不讲 我不想听 我也不想学 对我来讲太深奥了 我没办法 我没有那个精气 但是现在我的心里在想 我每一天能够颠饱肚子 能够吃饱肚子 那个才是关键 我就跟他讲 老师啊 如果你想要吃饭 很简单啊 你到我的道场我给你 每天天天给你 每次一天几场我通通给你 他在那边摇摇头 你还是不明白我讲的话 你讲的你听得懂吗 你听得懂吗 后来啊 我回到房间疗房啊 我想来想去 他讲的这些话什么道理 后来我想明白了 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 八万四千法门 每一个法门能够让我们成佛 但是在这个五着二世 在这个环境诱惑的力量又这么大 诱惑的力量又这么强 内心的没有力量自私之力 外面有五地六成 这么严重的在这个环境五着二世 虽然证然是很好 但是在这个环境 你想要成佛 你想要出三觉 你想要超越六道轮违 了生死得究竟的乐 离究竟的苦误 你不靠念佛这个法门 你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这个念佛法门能够帮助我了生死 这个念佛法门能够满足我的愿望 颠饱我的肚子 这个道理啊 后来我再跟老师讲 老师啊 我这样的悟是不是有这个道理 老师怎么说呢 他笑一笑笑一笑 后面问了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只要你用心去体悟 只要你用心去体会 你就会明白中风果师所讲的 生意无生这个境界 到最后都是一样的 什么一样呢 教我们什么方法 你还是要看得破 你还是要放得下 就是这个道理 好我们看下面 中风果师所讲的 六八五哪肯进人行啊 哇这句话讲的非常非常的好 好到在哪个地方呢 因为啊 中风果师在这一句啊 告诉我们提到了什么呢 提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对我们每个人啊 最大的盼望 最大的期望 就是什么呢 希望我们赶紧回家 不用怀疑 不用犹豫 你要赶紧下定决心 人生真的很苦 好好念佛 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 什么都好 什么都快乐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 张开他的双手 来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 欢迎大家移民到极乐世界去 这个桃灵 为什么呢 因为阿弥陀佛告诉我们 西方极乐世界是你的家园 西方极乐世界是你的家 你在外面已经流浪太久了 你赶紧回家 不然的话 你那个家会生锈了 这句话是讲笑话的啦 西方极乐世界房子是不会生锈的啦 不像我们这个地方 房子就坏掉了 所以就是说欢迎于移民的 所以阿弥陀佛倚住菩萨政马 天天在西方极乐世界 欢迎我们移民 没有一个菩萨 阿弥陀佛绝对没有见识任何一个人 往生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 所谓的 人人皆有分囊 就是这个道理的 就是说赶紧回家 西方极乐世界 跟我们这个相比好多了啦 你在那个地方 你想要住房子 房子住在你的面前 不用包 不用买保险 也不用缴税 是不是 欢迎嘛 只要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什么都为你准备了 不像我们到这个地方 你移民到一个国家 你要买房子啊 你要买保险啊 你要买车啊 对不对 你要工作 你要赚钱 那怎么过生活呀 房子坏了你要保养啊 天天为这个房子操心 天天为这个房子起烦恼 在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这个进行的 你想要大就大 你想要小就小 你想要在天空 那就在天空 你想要在地上 就在地上 水心所异的 我不是水心所异的 跟我们这个地方 相比相比差得太远了 对不对 你到澳洲移民来 你有钱吗 你没有钱 很难啊 你有房子 没有房子 也很辛苦啊 到最后 辛辛苦的做了一个 买来栋房子 辛辛苦的做了钱 到最后 没有一样能够带得走 你说可怜不可怜 所以人为什么会苦 苦就是在这个地方 执着放不下 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 条件很简单 什么条件呢 只要大家相信 真的有西方极乐世界 相信真的有阿弥陀佛 你真有愿望 你真想移民 然后呢 你一心一意 来念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就行了 没有其他的条件 而且阿弥陀佛 也不会给你刁难 条件很简单 不会很复杂 而且 也不会坚持任何一个人 重要这一个人 一生做了许许多多的罪业 五六十恶 只要他肯回头 肯回家 阿弥陀佛 张开双手 来欢迎我们 接引我们 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慈悲 而且 请问大家 现在如果我们想要移民一个国家 条件难不难 条件难不难 很难啊 很复杂啊 有时候甚至于来刁难你 有时候甚至于这个条件越来越勇格 甚至于可能会坚持你进入他的国家 你不要说别的 你先就移民到欧洲 以前五年 你要住满两年 是不是 现在四年 要住满三年 条件越来越严格了 但是每个国家的政策 就是为了人民好 没办法 但是啊 现在真的很难啊 你有时候很无奈啊 花钱 花时间 还在花在我们的精神 有时候辛辛苦苦去到 又拿不到 你说无奈不无奈呢 你很无奈又如何 也没办法呀 就算总有一天 你拿到了这个移民 那又如何呢 为什么 还是带不走 你说 你移民到这个澳洲 总有一天 你还是要面对生死之扁 你还是带不走 所以真正的主要统说大德 聪明的趣味 懂得怎么选择 聪明有智慧的 懂得怎么选择 就是把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 放在第一位 为什么 因为那个世界 跟我们这个世界的相比 那个世界太美好 不用说我们这个世界 连四方一切诸佛岔度 也没到比啊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阿弥陀佛 没有一知佛都不劝劳我们 诶 诸位同修 赶紧发愿 这个人生是苦的 你要赶紧觉悟 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世界的路 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那种生活的精神 是无法来相比 那种的不足的生活 也无法能够相比的 是最好最美好的 所以啊 当你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已念起了 中文果实就告诉我们什么 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我就会讲什么 一种信号 当你在这个礼堂出发了 我要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我要发现了这个信号 在西方极乐世界 直接马上收到你这个信号 真的 阿弥陀佛用这个方法 跟我们联系 我们用他的名号 来跟阿弥陀佛保持联系 等到我们英明成熟了 阿弥陀佛就会来接引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这个道理 谁知 就是前面所讲的 洛邦马肯寄人行 阿弥陀佛从来没有禁止任何一个人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只要你肯发愿 你肯回头 你肯相信 阿弥陀佛就在你的眼前 所以我们今天念南无阿弥陀佛 等于就好像什么 我们要开车 比如说我要到机场 就开车 我要开这个GPS 我们叫Google Mac 对不对 国语怎么讲 Google Mac 导航嘛 导航嘛 对不对 就好像这个导航一样 你把这个 比如说我要到机场 你把机场的地址收入了 这个导航就带你到哪里 到机场 到了机场 谁来引接呢 没有人来引接你 你要自己拿行李 对不对 你要自己确定 自己拿行李 你要买票 比如说我要引引到一个国家 总统会来接你吗 会不会 总统会给你房子吗 你不可能 总统会给你抢吗 你不可能 只要你到西方纪的世界 等你好像我身在一个皇家里面 全部都帮你准备好了 你只是把你先带到那边去 带到那边去 什么都有了 不用准备 也不用买房子 什么都有了 像这样的移民 你还不想去 还有什么理由 你怀疑阿弥陀佛 你还有什么理由 拒绝呢 没有了 所以 中风果施 前面所讲的 祭武即此方 弥陀即我心 确实真的 不假 真的 好 这个就是 六方哪肯 近人行 好 我们看下面 请个掌 这个中风果施 下面的开示 越讲越精彩 谁知万丈红尘里 汉淡花开夜正迷 好 什么叫做谁知 这个是一个假如 假如什么呢 假如我们在这个时候 就是现在 能够当下体悟得到 你能够直下这个承担的话 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道理 那就不用等待了 就是这个意思 你今天 你现在 你在这个当下 只要你那个心 想要发愿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西方极乐世界 你就不用等待了 甚至你明天后天 也不用等 为什么呢 就在现在 就在当下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只要大家肯去 弥陀就在你的眼前 西方极乐世界 就在你的眼前 有人说 师父 经典不是讲了吗 过十万亿佛土 有世界明月极乐 歧途有佛号阿弥陀 那个很远的师父 一个佛国土 就有三千大千世界 你想一想 十万亿佛国土 那个距离有多远 从理上 是真的 从事上讲 阿弥陀佛跟我们 没有隔了一层 阿弥陀佛在我们的眼前 就在当下 只要你肯去 阿弥陀佛就来了 所以下面 中亿佛国是告诉我们 万丈红尘 什么叫做万丈红尘呢 这个是一个比喻 比喻什么呢 比喻我们这个六道轮回 比喻我们现前这个生活的补着 在这个五折恶事 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 在这个五折恶事里面 捆捆成老 我们躲在这个里面生活 谁想到呢 谁知吗 谁想到呢 谁想到在这个我们 活在这个生活当中 在这个环境 在这个澳大利亚 在这个雪梨 在这个五折恶事 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 谁想到既然 而有西方极乐世界的脸花 而这个脸花现在 已经在我的心中开发了 寒淡就是灵花的意思 现在这一朵灵花 已经开发了 在我的心中里面了 你有没有开花呀 你的心得那朵灵花开了没有 未开没关系 继续的念 所以寒淡是灵花 不仅仅西方极乐世界的脸花 已经开在当下了 而且我们现在 步步就踏在这一朵灵花上了 谁能够相信呢 谁能够知道呢 是你自己把这一朵灵花 开在你的心中 而你自己不知不觉 你那个脚 你那个脚 已经踏在这个灵花上了 是真的啊 虽然现在我们这个若生 还在这个环境 还在雪里 还在澳大利亚 但是我们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灵花已经开了 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 真的不是假的 当我们在这个地方念佛 西方极乐世界的七宝池的灵花 已经有我们的份了 而在这个灵花上 有写你的名字 叫做赖神 叫做老菜 叫做正居士 叫做周宝彤 是不是呢 真的耶 我举一个例子 给大家能够欺发你的内心 这个例子啊 很精彩 我们的净土中啊 第三代的祖师 就是临终三祖 第三代的祖师 他的法号叫什么呢 什么呢 你们不知道啊 你们是不是修净土的啊 连净土的祖宗 祖师你都不知道 我知道 这个十三祖里面 第三代的祖师 我们很少听过 像我们偶依大师 林子大师 阴光大师 这个慧远大师 我们常常听 但是这个第三代的祖师 很少听 他的名字叫做成员大师 他当年啊 在这个南叶横山啊 修行 修行什么呢 行波作三昧 念佛三昧 不容易修啊 真的不容易修 他在行波作三昧的时候啊 就是说念佛 而非常非常的精进 他在这边念佛啊 你知道吗 他在这边念佛 但是 他的身 已经到地方其他世界了 而不是在莲花哦 不是在莲花哦 在哪里呢 大家知道吗 他整个法相在哪里呢 我们的祖师 第四代祖师 是谁啊 法造大师 法造大师啊 他在念佛有一天 他入定了 入定之后呢 法造大师啊 到了西方解雷世界 到了西方解雷世界的时候啊 看到了阿弥陀佛之后呢 他就拜阿弥陀佛 拜阿弥陀佛的时候啊 他就看到了阿弥陀佛的旁边 有一位比丘像 而且穿的衣服啊 是破破烂烂的 所以啊 法造大师啊 就很好奇 为什么在阿弥陀佛旁边 有一位侍者 而且那个侍者 不是观世音菩萨 也不是大师制菩萨 因为西方三圣嘛 阿弥陀佛就是代表 观世音菩萨大师制菩萨 而法造大师所看不到的 这个阿弥陀佛旁边的侍者 原来是一位比丘像 所以 法造大师很好奇啊 很好奇呢 就问阿弥陀佛 请问阿弥陀佛 你旁边的那个人是谁啊 阿弥陀佛最后才告诉法造大师 你现在所看到这个人啊 在我的旁边 就是在南夜恒山 那一个人啊 那一个人啊 现在在那个地方念佛 南夜恒山是谁呢 就是第三个祖师啊 所以法造大师啊 听到这个信息啊 马上出定了 跟阿弥陀佛说白边 再见 再见 阿弥陀佛 马上出定了 跑到哪里去 跑到南夜恒山 去看 是不是阿弥陀佛说的真的 真的啊 在南夜恒山呢 有一位比丘 而且穿的衣服 破破烂烂的 而且这个衣服啊 都是一模一样 他在西方集的世界 所看得到的 没想到 这个人真的是成人大师 若生海在南夜恒山哦 但是人也在到西方集的世界 而且在阿弥陀佛的旁边 这四人 太表不起了啦 后来呢 成人大师啊 作为净土中第三代的祖师 这个是真的啊 他虽然他没有往生西方集的世界哦 但是 他的莲花 已经在西方集的世界开了 而且 已经见佛了 跟佛又这么近 法造大师看到这样的情形 觉得很不可思议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明白 为什么成人大师跟阿弥陀佛会这么近呢 因为他的心啊 因为他的心啊 都是阿弥陀佛啊 为什么我们的心跟阿弥陀佛这么远 因为你的心啊 有时候有阿弥陀佛 有时候又没有 是不是这个道理 真的啊 所以啊 尊敬的 最统修大的 这个历史啊 确实 确实真的 启发我们这个心啊 虽然现在我们人还在这个地方 但是你那个领化 你那个像啊 已经在阿弥陀佛的旁边了 确实是真的啊 不仅仅在这个祖师大的 做一个例子给我们看 在叶国的时代 也有一个例子啊 叶国夫人啊 也是一个清诚念符的人啊 这个故事怎么讲呢 怎么说呢 时间到了 大家很理解我啊 所以啊 尊敬的 最统修大的 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相信 我们一定要明白 在这个生活上啊 没有一样的 只要有心 你想要去做 总有一天 他会成就的 看你那个心肯不肯而已 所以啊 在这个地方 希望大家 好好来学佛 好好来念佛 因为对我们啊 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但是 师父在这个地方 要提醒大家 你要做出一个好样子 做出一个好榜样 让人家对三宝 认为 以为佛教是迷信的 以为佛教是搞那些偶像的 确实不是 佛教不是神教 佛教是一个教育 怎么教育呢 先从人来看 先怎么教你做人 人做好了 你才能够有心 才能够做佛 如果连人都做不好 你想要念佛 往生西方其中的世界 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敬业三福里面 为什么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 教我们要先修 把敬业三福做好 敬业三福第一福 先教你做人 孝养父母奉事师长 慈心不撒修十三月 你能够把第一福做到了 人天福报 你能够保证 不然的话你怎么修 佛教都是迷信的 佛教都是神教 所以你能够修佛教就是教育 你不会修佛教就是迷信的 就是这个道理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明天继续给大家来 说明中风果实内容的开始 谢谢大家 祝大家身体健康 祝大家老师念佛 最主要的将来同生极乐果 谢谢大家阿弥陀佛